成人喜剧大片擦枪走火 昨日在今举行了发布会 导演周伟协主演于恩泰 赵文琪到场宣传 现场曝光终极预告片 最了解一项文皱皱的秀才于恩泰 这回在片中饰演龙套演员黄斗 一改往日形象 深陷前任和现任的三角关系中 与霓虹杰赵文琪上演三人床戏 尺度之大实在惊人 为了不让未婚妻有其他想法 于恩泰在拍摄期间也想了不少方法 她在现场 所以现场其实是有三个女人 一旦有床戏 她就在现场盯着 帮我去清场 别动我 走出去 哦 要连她这样 我们需要替身吧 在现场 拍戏时动作尺度拉大 演谈中秀才也是大开黄腔 丝毫没有半点收敛 连生二胎这样的问题 让人听来也是连连择舌 因为我和我太太都属于旅行家 她也是著名的旅游主持人 我也经常主持旅行的节目 我本人也是一个游子 那么在结婚之后呢 尤其是受到擦枪走火的启发 我们觉得希望在全世界各地都能留下自己的孩子 而且以当地来命名 比如这叫沙哈拉 这叫巴黎 这叫黎巴嫩 这叫伊拉克 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 我很早我就对媒体说过这个心愿 后来很快我发现 国家就放开二胎的政策 哎呀 我觉得真好 又不全一乐 为了新片 你也太拼了 北京报道 成人喜剧大片擦枪走火 昨日在今举行了发布会 导演周伟协主演于恩泰 赵文奇到场宣传 现场曝光终极预告片 最了解一向文奏奏的秀才于恩泰 这回在片中饰演龙套演员黄斗 一改往日形象 深陷前任和现任的三角关系中 与霓虹杰赵文奇上演三人床戏 尺度之大实在惊人 为了不让未婚妻有其他想法 于恩泰在拍摄期间 也想了不少方法 拍戏时动作尺度拉大 演谈中秀才也是大开黄腔 丝毫没有半点收敛 连生二胎这样的问题 让人听来也是连连择舌 因为我和我太太都属于旅行家 她也是著名的旅游主持人 我也经常主持旅行的节目 我本人也是一个游子 那么在结婚之后呢 尤其是受到擦枪走火的启发 我们觉得希望在全世界各地 都能留下自己的孩子 而且以当地来命名 比如这叫沙哈拉 这叫巴黎 这叫黎巴嫩 这叫伊拉克 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 我很早我就对媒体 说过这个心愿 后来很快我发现 国家就放开二胎的政策 哎呀我觉得真好 又不全一乐 为了新片 你也太拼了 北京马道